- 嗨大家好,我是凡莎,欢迎来到春季购物单元,现在春暖花开,所以春天的时候呢,大家都想要买一些东西,我个人也是,我最近还非常非常的想要出国,我觉得我已经好久没放假,虽然现在才三月底,快四月初而已,距离上次放假我觉得已经太远,然后最近工作压力有点大,所以整个人就是很想要放假的状态, 因为不能出国的话,我们就买点东西,然后让自己开心一点,我这一集我猜应该会分两次,因为我今天应该没有空拍穿搭什么的,所以我先分享一些Lilicoco的小东西,还蛮值得分享,OK,那我们赶快开始,第一样东西我想要分享,我新买的一个墨镜,我每次戴墨镜都超级多人问,所以呢,我买了一个Celine的墨镜,收到的时候就等不及开箱了,这一支墨镜呢,它长得是这样,然后我个人就是非常的喜欢这个叫什么,戴妹吗? 然后这支墨镜是我平常没有的款式,就是它有一点猫眼,但是旁边有一点就是复古的感觉,然后旁边有海旋门的logo,我真的觉得蛮好看,当初我买的时候有白色的,我本来想说白色就是我没有,然后想要跳出一点,可是吃带之后发现我还是比较适合这种咖啡色比较保守的款式,让你们看,它戴起来就是这样子,然后很复古的感觉,它整个人戴起来就是非常的显脸小, 我一开始觉得它这个形状可能会有点难驾驭,但完全不会,而且这支墨镜戴起来非常的舒服,它这个纸盒就是Celine的那种纸盒,蛮高级厚磅束的,里面有附个眼镜的pouch,个人觉得就是OK吧,它就是可以这样子,蛮有质感的,然后前面有一个那个凯旋门的这个logo,还蛮好看的,我还没打开来用过,因为平常我带墨镜出去,我不太会另外带pouch, 这支墨镜我非常的喜欢,尤其它侧边,它整个戴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看,那你们看这支的感觉,它是那种比较复古,然后圆圆的猫眼的感觉,那另外一支墨镜我每次戴也超级多人问的呢,是这一支JB3的,是一个意大利的品牌,它比较小众一点,这一支带起来它就是比较个性一点,然后一样也是显脸小,然后也是咖啡色,我觉得咖啡色的墨镜戴起来没有像黑色那样那么难以亲近, 就是这种走在路上人家会敢跟你问路的感觉,这个是戴起来没有那么黑啦,就是看路上的景色看起来是有点复古的那种效果,OK,两支墨镜分享给大家,另外还买了银色的饰品耳环啦,这个是这个牌子,AGMES这个牌子的手工的银饰,它长这样子,那你们应该对我也非常的了解,我这个人很少带银色的饰品,但我个人觉得这个耳环戴起来非常的好看, 它整个走一个那种手工敲敲打打的路线,那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是,后面这个耳针的部分,这个设计蛮特别的,就是整体带起来比较有个性的感觉,另外是很random的要来分享四个厨房的用具,我终究还是受不了,买了面包刀了,我们一起来拆箱这个面包刀,因为这个面包刀长得非常漂亮,跟你们分享我很喜欢一个厨具的网络的电商,叫做FOOD55, 它如果有在关注厨具的人,应该都不太陌生,它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厨具的电商,市面上的厨具品牌,它都有,因为它们还蛮大的,所以蛮多品牌会跟它们合作,然后推出一些比较特别的颜色啊,或是限定款,你知道,听到限定,我就受不了了,像这个意大利的刀具品牌,跟FOOD52合作,那这个品牌是,那这个品牌是, 它是一个托斯卡尼,托斯卡尼,托斯卡尼的品牌,托斯卡尼吗?托斯卡尼的品牌,它们家的刀具非常的有名,那我买了一支面包刀,因为我最近非常喜欢做面包嘛,那我们一起来开箱,这个面包刀真的长得超级漂亮,那它是手工制的一个品牌,一开始我其实还蛮想买日系的品牌,那我就, 我就问了一下廖哥,结果廖哥一直给我一些,我没有那么喜欢的意见,后来我就看到了这支刀具,我就决定买,OMG超级漂亮,天哪,这个东西呢,跟我的那个墨镜有搭配到,我有上网做一下功课,如果想要买面包刀呢,最好要买8inches以上的,会比较好切,因为现在我们都做那种欧式面包啊什么,比较大嘛,这支刀的手感超级好,天哪,我超级期待, 我们今天做了那个发柜,等一下就可以用它来试切,很漂亮,很漂亮,尤其是这个把手的部分,漂亮,美到不行,水嘎,而且它这个刀整个就是,啊,有质感,赞,那另外还买了什么东西呢,这是一个非常random的东西,就是我家的那个餐店非常的旧,上一块那个蓝色很旧的餐店,是我在trader joe's买的,因为trader joe's很常会有那种季节限定的商品, 可是不知道什么,那个季节限定的商品,就是只出现过一年,后来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,我很喜欢那个餐店的材质,可是我在amazon或是其他网站都没有找到,我就看了很久,然后在逛food52的时候,因为要凑那个免运的价格,所以我就在那边看看有没有那个placement,后来就看到了超级赞,虽然这个betrayer joe's贵了好几倍,可是就是我想要的这种placement的质感, 它这个是可以放到水洗,整体就是用纸上面上蜡的感觉,而且颜色非常的好看,我买了一个比较灰色中性的颜色,因为我们家那个餐桌椅的皮就是灰色的,我想说这样子可以搭一片,但我不知道灰色那个食物放在上面会不会好看,或是会不会有食欲,你以为如果没有食欲的话,帮助减肥也不错,那另外的话呢,我又有买了一个烤盘,前几支wag我有就是分享说,我不知道为什么烤盘都要做那个nonstit,可是我本人非常不喜欢nonstit的东西, 看了很久看到这个Nordic Wear这个品牌,这个是一个美国的牌子,它这个是铝制的烤盘,就是它不是nonstit的,我觉得可以用比较久,值个也蛮好的,我觉得我应该会再买一个比较小的系列,质地我非常的喜欢,我很推荐Nordic这个品牌,我看好像巧儿好像蛮常用这个牌子的,我就是跟着买这个部分最后再开一个厨房的用品,我又买了一个史大伯的这个Griddle,这个东西台湾应该不太流行,需要那种美国或是欧品, 欧美比较大的那种瓦斯鲁,因为它这个是可以这样子放到瓦斯鲁上面用,下面两个炉火烧这个铁牌,反正就是你要在家开早餐店的话可以用啦,因为我们就是蛮常在家做smash burger,有这个就会非常的方便,还可以做松饼啊什么的,我就觉得我们家缺了一个这个商品,所以我就买了,我个人是非常期待,那我本来是在看made in另外一个美国的拍子,因为我们家那个灶炉有点小,那个尺寸放不了我们家的瓦斯鲁台,最后, 还是选我爱的史大伯,这个牌子应该不用再多做介绍了,我本人的铸铁锅有两三个都是这个牌子的,OK,这部分春季为开箱,差不多开箱到这边,接下来我们来分享春搭的部分,哈喽哈喽大家,一周过去了,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些春季的穿搭,春天就是什么季节,就是这种轻薄毛衣啊,牛仔外套啊,皮衣外套都可以拿出来,我现在录影的当下是三月底,四月初,我觉得春天就是一个把人逼疯的季节,不管你们在台湾,还是在世界的各处, 春天就是一个很难穿搭的季节,我自己觉得啊,因为我在伦敦的朋友跟我抱怨,他每天都快要被那个气温忽高忽低而逼疯,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些,我觉得春天还不错的穿搭,刚好最近有入了一些新的衣服,今天这支影片完全没有任何厂商sponsor,算有些衣服是厂商借给我的公关品,之前也有讲过了,我会说公关品都是一些我平常就自己有在穿的品牌,OK,那我们赶快开始,第一件呢,是我身上穿的这件绿色的毛衣,因为它已经在我身上了,所以我就直接先讲,这件毛衣我之前 之前在Instagram上穿分享的时候,蛮多人来询问我到底是什么牌子,我觉得应该会是很多人喜欢的,款式,一个品牌叫做Fabric,它跟很多不同的设计师合作,来制作出一些设计师款,在Fabric这个网站上面贩售,在网路上看的时候我觉得衣服看起来都平平无奇,而且因为他们家的衣服走那种Y2K,然后那种有点暗黑风格,但是那种风格就是非常的不适合我,我是一个三十几岁的阿姨,而且我很矮,然后我就不瘦,现在很流行那种低腰牛, 牛仔裤啊,什么低腰喇叭,我是完全不行的,所以我在看他们品牌网站的时候呢,有些东西我觉得蛮有限制,但是不得不说他们东西寄来的之后,我有经验到,就我觉得那个版型真的蛮符合亚洲人的,这件衣服我给你们看,我当时在网路上看的时候,我就觉得它是一件看起来很平凡无奇的衣服,但它寄来的时候颜色我觉得非常的美丽,而且因为它是有点半透的,所以里面搭一个内搭啊,就是我现在是搭发热衣,或者是暖衣, 这一点的话可以穿那种细肩无袖什么的,袖口这边的造型啊,跟领口这边的造型,我都觉得蛮好看,整体衣服的质感我觉得是很OK的,而且我最近就是很迷恋绿色,绿色我觉得整个穿起来就是春意盎然,然后很生气蓬勃的感觉,这件毛衣又不会很厚,但是它有一点点微微的刺刺的,因为我皮肤蛮敏感的,我就穿起来不算是不舒服,然后是走那种比较轻薄路线的毛衣,就是很适合春天,接下来分享这一件,这一件的话呢, 它是一个白色有珍珠,在领口一圈的部分,这一件衣服呢,看起来也是比较平凡无奇,但是上身是非常好看的,然后它有走一个有点,就是蓬蓬秀的路线,我个人就是很爱蓬蓬秀,你们知道的,这一件的话就是比较厚磅的毛衣,穿起来完全不会刺,然后它的领口呢,就是一个走V字领,我觉得就是可正式可休闲,我非常常用这个词,但是我个人就是很喜欢穿可正式可休闲的衣服,下面分享三件裙子,这三件裙子, 这个裙子的话呢,是PATITE STUDIO的裙子,前面几集购物分享的时候,我就讲过很多次了,PATITE STUDIO真的是超级会做裙子,他们家的裙子就是非常符合我的身形,PATITE STUDIO大部分的衣服我都拿S-TAL,今天的这三件也都是small的,连身裙的部分呢,我之前穿就已经有超级多人都很喜欢,它的领口是一个小爱心的领口,然后有一个白色的边这样子包一圈,它是一个可拆式的裙装,现在春天嘛,可以 可以当长袖船,那夏天如果比较热的话呢,它这个袖子可以裁掉,变成虎袖的,穿起来非常的优雅,尤其是它这个爱心领的部分,我非常喜欢,一样它最近有一个小小的开叉,所以小个子穿起来呢,腿是可以露出来的,不用担心整个很压身材的感觉,那接下来呢,是春天绝对不可少的一件春天的洋装,这件也是PATITE STUDIO的,首先就是一定要有这种灯笼袖,有没有,灯笼袖前面讲过了,我很喜欢,做这个长袖薄纱的部分,其实我觉得超级 实用,尤其纽约的夏天虽然很热,可是大家如果在办公室都很冷,所以我就是超级喜欢穿薄薄的,薄纱长袖型的东西,尤其是这种裙子,我觉得超级的实穿,上面的花纹呢,是走一个米色,然后下面有蓝色跟橄榄绿的一个交错的花纹,个人觉得就是非常的春天,整个穿起来就是春意盎然的,下面搭一个小白鞋啊,就是走一个休闲路线,或者是你要走比较有优雅Lady的路线,我就觉得 我可能会戴一个乐服鞋,或是那种木乐鞋什么的,一样,Precisio的裙子每次在网路上看起来就是,嗯?我穿起来会好看吗?结果穿上身都,嗯?超级好看这样子,接下来是一件牛仔的裙子,今年非常流行这种牛仔半裙,然后大家应该知道我超级喜欢穿半裙,Precisio他们今年出了这款春夏的半裙之后呢,我就拿下了,那他一样,他的开衩是开在前面的部分,不压身材,小个子也可以露, 然后如果你是像我一样,腿没有很细的人,就是露一点点一点点有一种弱影弱线的感觉,穿起来非常的好看,然后他是高腰的,他这个水洗走的是一个比较复古的路线,所以上面我可能就去穿那种T恤,或者是比较简单的上衣就可以了,我不会再去搭一个比较花俏的衣服,今年的春夏秋我应该会蛮常穿这件裙子的,那接下来分享呢几个内里,内里的话前阵子我在开团, 我们的那个瑜伽服品牌呢,他们就寄了新品给我,新品我超级喜欢,他里面就是有内建的胸垫在里面,所以你不用再另外穿胸垫,然后他走的是一个比较休闲的路线,这一件版型的话呢,我超级喜欢,我简直就是一穿起来我就很想要跟你们分享,这一种衣服就是我非常喜欢,而且他非常的轻,之前会开团,就是因为他们家的衣服全部都超级轻薄,而且材质很好,台湾这种天气就是很闷很热, 所以你不能穿那种很不透气的衣服,尤其是运动的衣服,一定要那种很透气,很软,那有一个重点就是他要好穿脱,因为有些运动内衣真的太难穿脱了,穿上之后不知道怎么脱下来,尤其有时候流汗整个的,这个完全不会,个人觉得他不太适合做高强度的运动,如果说你是皮拉提斯啊,瑜伽啊,或者是重训的话呢,我觉得都很OK的,跑步机可能有点困难,但是爬坡或者是阶梯机OK,黑色的也很好看,这种衣服我基本上都拿比较保守的, 颜色,就像我刚刚讲的,就是这种夏天就可以直接当外衣穿,牛仔裙就很适合这样子搭配,就是走一个非常简洁的路线,就非常的好看,那接下来再分享一件,这一件上衣也是Petite Studio的上衣,它前面扣子走的是一个贝壳的扣子的风格,我之前就有分享过,Petite Studio他们的衣服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巧思,那些配件我觉得选择的很不错,就是我觉得他们家的这种小配件跟小巧思,是让他们的衣服脱, 不错的原因,就是没有那么的大众,那有一个地方我很喜欢是,它这个袖子走一个,是宽宽的喇叭袖,然后它这边有两条袋子,你可以自己把它绑成狐狸结啊,或者是你想要绑松绑紧,都会显现出一个不同的风格,就是穿起来比较帅性,那一样里面简易穿一个内搭就很好看,那它很适合春天的原因呢,是因为它是这种有点透敷的材质,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不能单穿啦,因为单穿我觉得我可能会有点害羞,它整个洞 洞洞是比较大,很适合去度假,有没有,我最近非常想要度假,但既然不能去度假,那就穿一些新衣服,让自己心情好一点,那它一样走的是一个米白色跟一个黑色的走线设计,很适合春天,一样春天,今天的主题就是春天,接下来分享两件外套,啤衣外套,这个是我刚刚提到的Fabric那个牌子,那这件衣服呢,我在网路上看的时候,我就觉得model穿超级好看,那我就当时自己想拿下,可是因为它有一件 oversize的感觉,所以那时候我要拿尺寸的时候,我还非常的犹豫,因为我个人很矮,有些衣服穿起来就是又很压身材,所以我当时就是有一点紧张,因为它有时候已经做oversize,尺寸就有点难拿捏,欸,不过收到之后,超级好看,我没有在夸张,就是这件皮衣的版型,算是我身边所有oversize的东西,可是却又最合身的,所以我拿的是extra small,可是是petite的版本,穿起来就是,非常的 我们的oversize可是又很合身,你们知道这个很,很,很,很难解释,我现在直接穿给你们看到了,它这个穿起来就是oversize的感觉,可是它的袖子虽然是长,但是没有到很多oversize都很失控的感觉,然后它落尖落得也非常好,那它的皮呢,是这种做有点复古旧旧的,我不知道相机上看不看得出来,但是它实际上是那种深咖啡色,有点仿旧,很像一件复古皮衣的感觉, 它不是单纯的黑色,扣子部分它走的也是有一点点,就是复古仿旧的感觉,就是整体是一件很仿旧的外套,我之前有买那个all sand的外套,它整个都是比较歧视风格,比较贴身的,我就把它给卖掉了,这一件皮外套我非常的满意,穿起来就是很时髦啦,讲了一个非常老的词,但是很时髦,好,那我刚刚还有讲什么,穿起来适合什么,牛仔外套,这个牛仔外套呢,是那个小夜市的牛仔外套, 我之前看美宝穿,我就觉得超级好看,所以我就拿下,刚好我上一件牛仔外套已经穿了十几年了,这个是我十几年前买的一个牛仔外套,那这个已经买不到,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分享,每次有人问我都不知道怎么分享,我在一个军用品店买的,好不好,我在纽约的某一个军用品店,啊它就是一个很微微的oversize,但是刷色很好看,美式复古的那种牛仔外套,你们已经买不到了,所以我就不介绍这件,它们两个刷色有点不一样,这件是走一个美式复古,那这一件我觉得就是, 是一个单纯复古的感觉,这一件牛仔外套,它是轻薄的牛仔,然后像这一件,它是那个很厚的牛仔,所以这一件其实比较适合国外的天气,因为这个台湾应该穿不到两三天,这一件外套穿起来就是,有点oversize的感觉,但是我觉得它有点甜美的帅气感,那不论你是想要这样穿呢,或是你想要折一折,两折,翻折,我觉得都OK,因为有些人可能不喜欢整个盖过手嘛,这样子,两个人, 神大的口袋,它这个口袋大到,我觉得可以放mini ipad进去耶,就是很夸张,整体呢,穿起来就是比较轻薄的那种牛仔的感觉,质感我觉得是很OK的,就比较平价的一件牛仔外套,春夏有在找牛仔外套的人呢,也许可以就是看一下小夜市,讲到小夜市,我之前分享也烧到蛮多人了,我再分享两个东西,就两个东西,非服饰类,之前我就已经有在我的IG上分享了,就是小夜市他们自己出了这个, 这一款唇膏,我真的觉得这一款唇勾,唇勾?唇膏超级好用,因为我是一个很爱买护唇膏的人,我现在有擦口,所以我就不上嘴,它是走这种透明透明的质地,然后它整个上嘴之后,非常的滋润,但它滋润又不会很油,因为我不喜欢那种护唇膏,它擦上嘴巴之后,有一种一层东西在那边的感觉,就是这个唇膏我这种收到之后,我就非常喜欢,这个是我自己花钱买的,我看眉宝再推,我就一直非常 非常的好奇,那我个人买的是无香口味的,因为有时候护唇膏,我会有点担心,擦了会头晕头痛什么的,你们也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容易头晕头痛的人,另外的话呢,来分享,也是他们自己出的一款身体油,这一款身体油呢,我觉得它不是那种非常轻薄的身体油,它是有一点点厚度,但是不会很厚重的身体油,我个人觉得我收到之后还蛮惊艳的,因为它不是说价格非常的高,也不是那种明星品牌嘛,可是我用起来整个 整体的质感,质地,我是蛮喜欢,而且它走一个木质调的路线,它这个木质调的味道,让我想到廖哥家,廖哥的某一款香水就是这款味道,我知道我这样形容,对你们没有帮助,不是La Label那一款木质调香,它有一个比较深层的味道,然后我觉得这个味道应该是男士也能接受,所以如果你们家男士对味道比较敏感的话呢,这款味道他们应该也是能接受的,不管它嘛,你们自己用的开心比较重要,所以如果你们最近有在找身体油的人, 然后刚好在逛小夜市什么的,也许可以参考,我觉得这款身体油还不错,然后晚上我刮痧刮腿的时候会用这款,而且我蛮喜欢它这个瓶子的设计,因为就是按压头,非常的方便,它是那种你去旅行它可以收起来,不是另外卡一个东西就可以收起来的一个瓶子,我觉得蛮方便,而且它大小我非常的喜欢,你们知道,我个人就是非常喜欢迷你款式的东西, 所以这个东西它大概150mw,5oz左右,所以就是不会很大,整个用起来没有负担,就是可以新鲜的使用完这罐油,OK,今天大概迅速分享了一些我春天呢,喜欢的穿搭,那接下来春天要来了,最后一样,祝大家购物愉快,拜拜!